欢迎回到妈妈厨房 先分享原味番茄炒花蟹 影片开始之前 自己到了频道上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阿姨要分享这个花蟹 这个花蟹呢 早上叔叔去买鱼的时候 看到有非常新鲜的花蟹 他也很久没有吃很想吃 所以今天呢 阿姨就会分享这个炒花蟹 还有就是呢 下一个影片呢 阿姨会派我们去巴莎 买这个鱼跟花蟹啊 好 接下来呢 阿姨要告诉大家 这个花蟹呢 买回来之后 我们清理干净 他这里有尖尖的朋友们 这些尖尖啊 会插到嘴巴啊 所以阿姨要处理 要给你们看 我是这样子弄啊 这个花蟹呢 这些我们把这些尖尖的 让它处理掉之后呢 这里还有啊 朋友们拿尖尖这些 我们一定要处理掉 最后呢 阿姨就会拍 因为老人家小朋友啊 他们吃都要很小心啊 朋友们 好 我们每一只都是这样子处理干净啊 这个呢 是抹的 朋友们 这只是抹的 这只是冬的 所以呢 阿姨也是同样啊 朋友们 也是把这些 渐渐的处理掉 这些角 这个地方非常厉害 朋友们 我们要跟它砍砍一下 好 我们都是这么把这个螃蟹给处理好 好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有马来鱼 还有鱼啊 看看鱼很美 有没有鱼都要 这边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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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这边呢 这边呢 这个地方放空肉 这个我来吃一粒 上来火 很新鮮 这个螃蟹呢 我已经处理好了 朋友们 现在我们来处理这个 我们的材料 材料有番茄 小葱 辣椒干 红辣椒 小辣椒 蒜头 姜 还有 两粒的小洋葱 还有这个 朋友们 这个是辣椒叶 煮阿萨辣椒 都有用的 我也放一些 好 我们现在来处理这个辣椒 我没想到 我会说 你做了 我看你更是 你会做的 要不然 我没想到 就能吃 你会做到 我可以吃 你吃 一瓶 你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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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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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